64歲港星譚詠麟 40周年演唱會連唱13場 最後一天請到台灣搖滾天團 五月天合唱經典歌曲 愛情獻金 校長譚詠麟牽著五月天阿信 奔向觀眾席熱情的歌迷遞上紅包 譚詠麟一把抓再塞給阿信 讓阿信忍不住說 第一次在台上唱歌還 還有紅包 對 從來沒吃過 我現在每天都有紅包 五月天不光和譚詠麟 在台上搞笑 甚至還加碼演唱 嘴巴出現 盡到你能小心 譚詠麟開唱 讓所有來賓自己挑歌 五月天挑了這一首 而這也是他們第一次 在香港五人合體替演唱會 擔任特別嘉賓 畢竟最近五月天擔任嘉賓 幾乎都是阿信 單打獨鬥 有沒有一種挑戀 有沒有一件催戀 成就的世界就是 一首電影情節 有沒有一種信念 有沒有一件事業 而這回全員到齊 特地飛到香港同台獻唱 主要也是因為五月天 剛出道在香港 還沒有名氣時 校長譚詠麟也曾經站台 這回五人合體 以實際行動熱力開唱 這部一宗的報導 時鐘 旁ners